南部降雨不如預期 水晴吃井 如果未來幾天沒有明顯降雨 提高高平息的流量 三月二十號起 高雄地區將實施第一階段限水 水晴狀況不如預期 經濟部上午召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第一次工作會議 由於近期降雨都集中在中部以北 南部的降雨不如預期 如果未來幾天中南部山區 沒有明顯降雨提高高平息的流量 三月二十號 高雄地區由目前的綠燈 轉黃燈實施一階限水 事實上從三月一號起新北市 板新以及林口 桃園新竹地區進入一階限水 水利署已經祭出公共用水 採水庫總量管制出水 農業用水 加強灌溉管理並打折工水 鼓勵修耕以及民生用水管控等 並配合封面實施人工增雨 截至目前為止 民生用水已經節約 百分之三 農業用水部分也節水 七千五百萬噸 以目前水情資料來看 石門水庫應該還不到二階限水的狀況 透過這幾次的這個封面來經過的這個期間 實施人工增雨的作業 所以已經看到了一些初步成效 那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水情狀況都在原先 我們希望能夠控制住的一個狀況之下 另外由於新竹地區採取部分 節水措施見效 水庫水位下降有趨緩的情況 經濟部預期 短期內 不會有二階限水的必要 加上目前翡翠水庫水情良好 只要新北板新地區用水 不需要石門水庫供水時 翡翠水庫就有餘力支援新竹地區的用水 舒緩竹科用水壓力 記者 張國良 SNG小組 台會報導